現見到達已經35天的安平避市場 當年受避會所帶來海水影響 出現更緊掛勞、牛條碧巡等嚴重問題 經過結構安全鑑定也建議貼毒中間 當地形容不是路股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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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並是避民稍微破洗面避險的範疑 對處理會臨準現地選情 加受避苦避會當前 雜河馬上邀請避驅宿、南市負市場 以及路股定相關單位告到會堪 共調剛才會出問題 也沒有符合現代衛生標準 有迫切改善的訴求 一個除了硬體不堪使用以外 它裡面的設計其實 以現在的觀點來看都非常落伍 也不符合最基本的衛生環境條件等等 而且以它主體結構 不是老舊而已 它已經產生安全疑慮 這個結構其實已經有來鑑定過 它的鑑定是有財組重建 所以基本上這種建築其實是不能再使用 也就是說 改建其實是迫在眉睫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鑑定過後以後 那在迷人度 漁業署應該要來補助 我們台南市漁市場的整體 這個改建的計畫 我那時候大概七、八歲、十歲的時候 它就長這個樣子 我現在快三十歲了 它還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相信剛剛委員說的 這個改建真的是破在眉間 我們都希望安平港這邊 我們讓漁民有一個更好的 一個來生計的空間 面對一級的時間 就是在安平國家風景區的環圍來 幾乎表示 中心改建為現代化的觀光氣勢 已經是未來出世 所以中央跟電風合作 開三百萬的生計規劃 就是啟動遲到改建的第一步 這整個空間的一個規劃 其實是已經不符合 目前的一個時宜 所以也希望說 透過先期的規劃 先期的規劃 把整個的動線 不管是漁民漁獲出入的動線 或是周邊的附屬的一些設施 還有停車場等等 都可以做一個比較完善的規劃 我在這裡也要 余夜市這裡拜託 其實這些規劃會 當然經費沒有這個 但是非常重要 希望可以讓我們今年開始做 余夜市都很支持的來做這個工作 那後續整個規劃 我們一些混凝土都會掉下來的問題 已經影響到在這邊營運的一些碳商 還有在這邊販售漁獲的漁民的安全 希望未來能將我們現在現有的漁市場 改造成為一個比較趨近於觀光 情罪亭 解決賽 解決